大家好,欢迎收看古塔Mastermind,今天的嘉宾Alphin Alphin你好,开心了一夜,现在人行放水心想,港股应该怎样都会弹一弹 但今天很失望,失手205D线,现在失手209,000这个关口,港股就有牌跌了 先看看,昨晚收市后的时段,公布了人行降准,降存款准备金0.5% 令市场上可以释放7,000亿的资金出来 这7,000亿的流动资金,包括5,000亿内银 另外,油署行加上外资银行的2,000亿,总共是7,000亿 但大家觉得奇怪,为何这7,000亿降准之后,市价都升不到呢? 又或者你见到那些相关的内银股,其实都没有因此而受惠 甚至乎今天都是跟着大市跌的 为何会这样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今次的降准 其实市场的资金是帮助一些企业由债铸股 就是帮助那边,反而你说内银自己本身来说 这个降准来说,不会因为这样而令到他们未来的新增贷款可以增加 所以即使你说因为降准,有机会令到息差阔阔 都好,由于新增贷款那边没什么帮助 所以无论对市又好,又或者对内银股来说 其实都没什么大帮助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国内A股那些,相关的债转股板块 反而就升到狠狠声 有很多股份就升超过10% 升到停板,有些又升到接近10% 所以反而今次真正受惠 反而是刚才所说的板块 如果连这个消息也没办法离好大市 近期好像没有消息可以提振 那港股应该有时间跌 我是这样看,虽然技术上来说 跌穿了一条250天线,又失手2万9余关口 理论上本来技术上应该是看淡的 但今天中央刚刚后又出了消息 中央那边又释放了1,500亿的资金出来 就说帮一些小微贷款那边的企业 现在暂时看到似乎中央救市的决心很大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 如果你现在看到中央频频的出手 其实很明显是他都不想那些事这样跌下去 特别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Donald Trump和我们中国打到兴合合的了 这个贸易战 有机会在7月初的时候 就会真正落实那些细节了 所以你看到近几天 中央无论你说他救市也好 又或者在这个贸易战正式打之前 希望可以令香港 香港也是 或者令国内的市底 希望打回强些 所以你看到他现在频频出手 我相信如果未来市场继续沉底的话 那有机会 中央那边有机会可能会继续再出手 再继续落重药 怎样都要救市场上来 即随即有观众问 现在入市博反弹好吗 我觉得这样看 其实如果你说短线来说市场继续跌 那当然没人知道 但是如果从一个中长线角度 其实市是我觉得OK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 那传统上 譬如你说现在美国的经济 香港 又或者大陆都好 其实整个经济体系本身就挺强的 譬如美国 那为什么可以加这么多次息 未来又说再加息 那就是因为他那些美国那边的经济数据漂亮 那些经济数据好 那中国了 GDP增长又继续的 那香港那边又是 那看到了 失业率又是很低 那保持住一个温和的通胀 那其实现在你看到 无论美中和香港这方面 那经济这么好的话 其实底子这么强 我觉得就不是很存在到股灾的诱因 就是暂时来说 就应该没有股灾 那应不应该买货 我觉得可以 2009千点 或者接着之后 每跌500点 你就再买一点点 可能分5柱分7柱 你自己预备定资金 每跌500点你就数 每跌500点就数 例如说现在的息口 继续这样升的话 其实一些金融股 或者一些内险股 其实都不错的 那譬如你说 有邦那些 那真的难得落到68元 其实这股份不怕买 又或者汇丰那些 其实都跌到75元 其实也不怕持有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继续 如果你怕跌的 没有人叫你一开波 就躺身下去买了 是的 就不用说一定要一股不留 但是也不用全部资金 全部推下去的 你就分段去慢慢买 越低 你就在一些便宜货 那一些优质的股份 其实又不怕买 也都不怕错的 那你觉得内银股算不算优质呢 因为我们看到 就是今天见行都低 7.28元 现在有没有入口 是 内银股本身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之前升得太厉害 所以你见到现在 为什么经常这么多 北水的资金 一直在沽它呢 接着就斑枝回潮 是的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因为内银那边 那个息口也不吸引 因为之前股价扯得太高 那很多时候 人们想着持有内银收息 起码有5点几个percent 或者6个percent的息 但是现在看的话 由于那个息口 因为股价扯高了 虽然你说近期回回一点 但是看回息也不够高 所以我觉得内银是可以买 但是不是这些时候 再等一等 希望可以等到股息率 去到5.8厘 甚至触碰到6厘 这样买 我觉得相对就稳妥一点 如果好像建行 很多观众问 建行他们就想知道 什么位置入会比较好一点 建行其实是好的 如果内银股来说 我觉得最好 就是选择一些四大内银的国有银行 相对地 由于他们的坏价比较低一点 相对那些地方性银行 坏价很金的 那些 而建行本身 它自己的管理质数水平 亦都是数一数而高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但是什么水平 我们先看看 以今天来说 已经跌到7.31厘 那股息只有4.77厘 就像刚才所说 就5厘都不到 那我觉得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跌到7元左右 这些水平 我觉得可以 在7元以下 可以分段慢慢去买货 另一个就是大家 预期放水可以受惠的 就是内房股方面 但今天都一样跌到一步一路 很惨 看到西安推了一些 新的限购领 所以就看到 其实今天的内房也跌得比较厉害 你觉得是趁低级的时间吗 其实内房大家可以留意 当然现在的市场 内房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大家可以看回 譬如之前一直陆陆续续 这一季里面公布的 出来的内房的数字 无论你说 那个卖楼的收益 卖楼的数字 的数量 即是两价都齐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又不太担心内房 说未来会做得不好 所以大家一直看着 那个数字 它公布出来内房的销售数字 或者销售金额 如果继续增加的话 其实你也不用太害怕 但是当然 你说现在的资金水平 可能会不会收得太紧 又或者升得太多了 或者内房一些收紧政策 限购令也好 限价令也好 那就影响了它 所以有机会受到影响 但是只要还原基本部 无论你看它公布出来的数字 你说新增的销售数字 或者刚才我说的数字 都是漂亮的话 其实又不太担心 至于你说 明明这个释放了7千亿出来 那为什么内房都不受惠 正如刚才所说 因为它是要帮债转股 所以你看到内人都不受惠 内房也不受惠 都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捉错用神 希望中央再出这些政策出来 真是可以令到市场的流动资金 再多些的话 到时它才有机会 因为这样而可以得益 因为现在都月底了 那可不可以再炒 那个月度销售数据 可以 很有趣 你发现无论这个 澳门岛业本也好 或者内房也好 每逢一出数字 只要有憧憬 那又会谷上去 所以逢这些月尾 即是出数字之前 你说短炒一转 我觉得都有一个直播率 都在 那今天就表现了 一定是油股 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 你跟我们说 其实应该趁高位沽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油股现在是这样的 之前油股跌 那为什么今天升 就是因为 他们那些石油输出国组织 就说会增产 但是最后呢 现在发现 原来他们就增产多少都不知道 甚至乎 可能根本的幅度是很轻微 根本就完全影响不到石油价格 所以 令到一众的油股之前跌下来 就升了 所以令到他们可以受位 那今天来讲呢 先看一下 亦都是逆市上升的 譬如你说803 803 都升了 即是那三桶油 857都升了 另外那种就没跌 是的 另外那种因为下油 对石油敏感度不太高 所以就没跌 但是你看到那三桶油里面 上油和中油都上升的 最主要就是说原因 就是因为 增产原来不是市场预期那么严重的 而且呢 我始终觉得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 真的增产呢 其实不会那么开宗明 而那么大声跟你说的 那为什么呢 反而他们自己暗马底 密密在加退 是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增产对他们来说 不是好消息来的嘛 都不会那么大肆铺张去说的 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影响就不是太大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看回 由于呢 国际油价那边呢 其实由之前最低潮的时候 三四十元 四五十元 一路上到现在七十多元 那已经升了很多了 如果大家留意 因为今年二零一八年 整个油股的升势呢 其实已经跑赢了恒指了 那所以在这些情况之下呢 我又觉得已经升到这样了 那而市场估计呢 大概油价呢 都是去到八十元每桶美元而已 那其实距离现在呢 再上升的空间就不太多 那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油价的直播率不高的 那大家呢 就不要太过进取了 反而呢 你见到那些油价 真的去到七十八元左右 七十九元 接近八十元那些位呢 其实反而是时候沽出的时候 那就是在捉紧的时机 因为我见到其实高盛也出了个报告 他预计布油呢 今年会跌到七十五元美金而已 所以大家可能都要比较小心为上 正常啦 那就是可能跟他比较有关系 就见到油股 油价回落 就是油价升了上去 那其实这一班的中资金融股 就是中资航空股 其实我们见到他 即是快来暑假了 那其实是否应该未绝望呢 是否比较厉害呢 那些中资航空股是OK的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不过呢 中资航空股现在短期内 面对很大的问题 包括什么呢 首先就是因为这个 人民币贬值 是很惨的 人民币贬值 那他那个收钱收入人仔 那对他们来说 会有影响 那另外 油价刚刚刚说了 就弹了上来 那油价弹上来 那油价弹上来 他们成本就高了 一方面成本就高了 另一方面呢 那说的那个收入呢 就因为人仔的关系 兑换回美元 那相对地又少了 那另外还有的 就是市场担心打这个贸易战 那大家要记住呢 就是贸易战 除了你说这些 你说这关航空股什么事啊 那航空股除了运客之外 其实还有就是运货的嘛 那会不会贸易战 但是令到他们的货运量减少呢 令到他们的收益有影响呢 那都有这样的可能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内地航空股呢 就面对着现在刚刚我刚刚说的 那三样东西的冲击 那所以呢 亦都见到今天 为什么会跌得这么厉害呢 要买不是不行 但是直至你 起码看到我刚刚说的三样东西 起码明朗化了先 例如油价开始回落了 人仔跌定了 又或者贸易战谈定了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是时候买回的 但是现阶段来说 暂时都很严峻 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暑假因素 可以带动到他那个 即将出来的成绩 会好看一点 有机会可以 但是你起码都要等暑假 还有暑假过后再公布 那就是说 距离现在还要有 起码两三个月的时间 就是可能还会跌多一层的 是的 所以不用这么急买 可以买同 是否要立即买呢 是两样东西来的 是 那之后 另外一个就是 一定会问的 因为看到小米开始 是 可以入 问米了 所以我们可以入到 问米时间 收不收好呢 好了 那小米真的要慢慢说了 大家可以想一想 首先大家都记得 就是小米刚刚推出的时候 就说 我们香港第一只同股 不同权的股票 那开始大家都觉得 很踊跃 一定要存好钱 打算认购小米 那样 但是经历过小米几样东西 那包括什么呢 首先呢 首先就是 大家觉得它定价太贵 股值太高 那小米呢 现在定价17至22元 那 那相对的PE 就是39倍至51倍 那大家就拿苹果来比较 小米和iPhone来比较 那iPhone的毛利这么高 那它的PE都是只有20倍 那小米的毛利低到这样的话 那但是呢 那PE竟然比苹果高 那一倍很多 那大家就觉得 那不值啊 那这样 那除了你说这个定价之外 那接着它的集资额 也去到450亿 那刚才也说过了 那市场又这么波动 即是29000点都穿埋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你说 那集资450亿市场上 是否可以消化到呢 那这个又是一个疑问 那所以 那令到投资者却步 那另外还有 大家真的要留意回 那自己要计算一下 就因为现在 大家都知道 银行同业拆息扯高了 那以我们的卷商来说 那现在都在说2.88厘 那有些卷商 就能升超过3厘以上 那你计算一下 那有没有机会 就赚价失息呢 就好像之前 平安土医生那样 那所以 如果大家计算一下 小米如果升 可能不超过10%的话 你就算升到 譬如8% 5% 那样 你原来赚到的数 都不够去给息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后 大家就真的要好好地想一想 那如果好像 那就是 那就是小米不超过 刚才很多的办法 都不要买了 那那些钱 我们可否转到公用股 看到今天很多股民 都率先走到公用股 一软尾的时候 那曾经最高位 那但是 由今年2018年的高位 回落到现在呢 其实 恒增指数呢 你会发现 一直都是上下徘徊的 那就是大概 29,000点 那这些位置 那上面大概 31,800 那这些位置 那一直以来 这大半年来 都是在这些区间上上落落的 那所以 上年的策略呢 就是buy and hold 就是你买了之后 跟着就坐在那里 升你不要沽 跌你都不要沽 那因为呢 他之后也有机会 继续这样创新高 那但是今年不同了 因为呢 就上下波幅 一路这样升升跌跌 那所以今年来说呢 其实你就变了呢 就不是说 用一个buy and hold的策略 那再加上呢 现在在说 就是又说什么贸易战 又说的息口扯高了 那市场现在又刚刚跌出了 250天的牛熊分界线 那所以你看到 那些资金 就去了那些公用股那边 那我觉得呢 现在今年来说 如果你说 因为上下市 那我觉得保守一点点 怎样都要有部分的资金 就撥回到这些公用股的地方 那就是至少 趴在一些安全的避风港 可以 首推哪一只呢 那如果我觉得 有几只都可以选的 那譬如你说 3号煤气 很漂亮 6号 又或者8号这些 那我觉得 都不错的选择来的 嗯 好啊 那接下来看观众的问题 一定先问那几只大的 是 之后就是问5号 是 都说今年内 起码会再加多2-3次息 那所以 对这些银行股来说 是有帮助的 那你起码息差 扩阔 利息收入上升 那对汇控的收益来说 那当然是有好处了 那再加上汇控呢 那现在以现价计呢 那说的 股息收益有5.4厘的 那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绝对不错的选择来的 那加息对它有帮助 它本身现在股息又漂亮 那我觉得 正如刚才所说的 就是分段吸纳 其实现价已经可以先买一注 我觉得75元以下可以买的 如果真的跌到70元 你便有再买 那接下来有个观众 我想问物业管理股 因为前排升了很多 是是 之后今天那只碧桂园服务 分拆了出来 分拆了出来 是 看到是今天创了新高 但之后倒跌 是是 今天收市也跌了不少 那如果这只你怎样看 其实那些物管股 其实是OK的 那我觉得因为 它的收益很稳定 那还要稳定地增长 那所以为什么 前排不停地升到上来 那我觉得呢 其实只要未来 那些贸易战也好 又说那些科技战也好 那我觉得这些物管股 由于它的收益很稳定 而且它每年都不断地在增长 那我觉得是一只 挺稳定拿来买的股份 就是不怕错 那不过是这样 那如果你说 从收息角度 譬如刚才汇丰那些 5.4厘那些 那它是没那么高的 那所以 投资者要想回 你是想买来坐在那里收息 还是买在那里 慢慢等它增长呢 那就看你自己个人选择 如果你说收息股的那方面 那当然要选汇丰 那如果你说买回来 不怕错的 你慢慢等它 那这些物管股 是不错的选择 有潜力 是的 之后就是若股 是 因为看到其实 之前都查得多 之后 现在大家都想问 现在这个时间可不可以 其实可以 因为若股也是其中一个很强的板块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它有政策的扶持在那里 最主要 因为中国现在人口老化的问题很严重 那逼到中央就一定要出一些政策出来 那就倾斜了去编帮一些 解决老人人口老化的问题 其实就是在帮助这些若股 例如其中一个例子 它加大社保基金那边的开支 其实就是给多些老人家 给多些钱他们去买药 另外还有 譬如就加快医药的审批 令到你的药可以快些派出街 另外还有 就是说分层派药的概念 大家可能一层层 由你研发药 最终去到病人手上 可能要经过很多层 现在就不是了 加快进度 接着就切到可能两三层 就已经到位了 那无论刚才说的那些政策 其实全部都是帮着医药股的 还有我们要明白就是 人口老化的问题 你不是说突然间一两个月可以解决到的 就算你现在突然间 全民生B也好 那你的人口老化都仍然在 起码要过到三五七年 或者十年半载 才开始见到有个成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即是说未来中长线也好 中央的政策仍然会继续倾斜 那对这些医药股来说 仍然会有帮助 还有之前那些人就说 那些医药股升到含含声的 没有机会买的 好了 现在有机会了 问题就是你敢不敢买 但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回的 其实有两个高人 我们都可以看回的 第一个就是股神北非特 他经常都说 别人恐惧的时候 就是你贪男的时候 那现在就是你敢不敢贪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香港代表队 就是李嘉诚超人 大家还记得前几天 上个星期的时候 在市跌800点的时候 他增持股份 所以你就见到 为什么别人叫超人 或者叫股神 为什么有些人叫散户 就是分别 就是在这些时候去分 我明白 接下来就想问2328 就是信与光学 是 今天又跌差不多半成了 怎么办 信与光学应该是2328 2382 对吧 应该是2382 信与光学这样看 真的很惨 为什么呢 之前打贸易战 然后打到科技战 对吧 搞到它的孖宝和碎星 两只在下跌 那时候大家还在说 究竟两只多快会跌穿红底股呢 但最后很幸运 因为刚刚公布出来的光学组件 那个产量出产就有个增长在那里 大家觉得已经见底了 熬过最坏的时期了 但谁知道Donald Trump 现在突然又好像再打贸易战 或者科技战那样 那结果就令到这只股票 又再一次受压 但如果你说说 基本因素来说 其实信与光学 我觉得很漂亮的 就是无论你说 它的业绩的增长 它本身的毛利 又或者说它的ROE 就是Return on Equity 就是股东回报率 其实都是很漂亮的 这些数字 但问题 现在要面对一个贸易战的风险 大家在想 未来Donald Trump 会不会又再搞事呢 会对他有影响 我想现在大家都很明白 一件事 就是Donald Trump 我想大家都熟他皮胜 应该 他唯恐天下不暖 怕死你有好日子过 所以他会否又搞一些事 会否又挑一些事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一只优质的股份 但同时 他一定会否又会受这些影响 所以可以买 而且现在这些价 我觉得又不算太贵 可以买 但问题 你有一定心理准备 就是你买得的 就预计它 突然间又会因为这样受压 突然间又会因为 某些贸易战消息 或者科技战的消息 又会受到影响 可以 我觉得除了医药股之外 另外教育股 又是一个很好的中长线 看好的板块 为什么呢 又是跟刚才人口老化的问题有关 因为人口老化 你看到中央之前一直行很多年的 一孩政策 现在放宽了 就任你生了 现在就 就是因为要解决人口老化的问题 我相信 你说放宽一孩政策 那些人未必立刻生育 但是中央始终都要解决人口老化的问题 如果你说放宽一孩政策之后 但是生育出生股 仍然未有很大的改善 我相信中央一定会想办法 再鼓励那些人去生育 所以 对教育股来说 就一定有帮助 就针对这个政策 无论教育股 婴儿用品股 又或者这些 教育股 药业股那类 这些全部都可以受惠这个政策 而且中长线我都会继续看好的 那特别是那些教育股 我想做个家长就会很明白了 但是你这么年轻就不知了 但如果有小朋友那些就知道了 其中一个我新同感受的就是 如果你正在读书的 你会发现他们很多教育股 每年都加学费 还加得很金 但是你个儿子或者女儿在读 你不会读读读 因为这样而转考 他们是局加的 所以其实他们很好玩的 所以我觉得中长线都可以看好 就是大家中长线可以看好 就是药股和教育股方面 是 没错 那谢谢Alvin 好 谢谢 持有刚才提过的股份 没有持有的 那我今天就继续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